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她的头部却受到严重的撞击 致使精神出现障碍 最后被鉴定为精神残疾人一级 事发之后 女婿罕友跟肇事司机达成了协议 支付了32万元的赔偿款 李富莲气愤地告诉我们 自从女儿出院之后 女婿不仅没有照顾女儿 还霸占了剩余的18万元的赔偿款 最近李富莲更是听说 女婿还购置了新车 家里搞了装修 准备迎娶新媳妇 女婿罕友 难道真的对病榻上的女儿弃之不顾了吗 李富莲她就是 她冒面子行为的 应该学校了 很直直到的 早晨的时候 雪的喊的 方式喊一半 手都在一起了 中午就水的 压面子抹完完的 已经快起来吃饭了 不做过手去了 不漂亮的了 再去起来 你不喊着她 她不起来 是吧 你不喊不起的 她反正不满箱子 看你出去 啊 雪假喽 你倒在那儿去 喊不起 李富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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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次来的 都是愿的几次来的 心意有吧 她你耿我的话 她也不晓得了 啊 耿我的话 她们换一次 直直在的 什么的啊 愿得你吧 愿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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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愿得妈妈 右手 2012年的一场车祸 让李富莲的头部受到了重创 她的意识相当模糊 精神也出现障碍 如今 李富莲每天除了吃饭 便是躺在床上闷头大睡 这让她的母亲李富莲忧心忠忠 女性呢 她的女性呢 那你喂 是吧 要喂 她行的是 她无拘等 她无拘等去敲整一下 这是要喂 她无法当无的 过来警官 她是精神一级战绩 精神一级战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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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障碍人力 她过不敢 她是受精神障碍的 她要自私以恨去教导 她经理教导 有时候的女性 真的说爸爸妈妈 爸爸妈妈 天天去教 李玄如今的生活不能完全自理 丧失了民事行为能力 已经被认定为精神残疾人一级 出世之后的三年半时间里 她一直由母亲李富莲照顾 让李家母亲感到非常气愤的是 这几年 女婿不仅对女儿不管不顾 还强占了女儿的赔偿款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三十亿万 碰到三十亿万 现在精是在哪里呢 碰到三十亿万呢 两个女婿应该一十五万就 应该一十五万就 还有十七八万块钱 啊 还是一十八万 精在女婿手上 会一直四十四年的被她称职 过三十五次砍票 三十五次砍票的 过去都是你砍病的 砍病的一些 砍病的一些 砍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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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去你每次砍病的 砍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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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砍局 砍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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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儿李全出世后 女婿罕有 与赵氏司机达成协议 赵氏方 赔偿李全32万元的赔偿款 经过抢救之后 目前这笔赔偿款 还剩18万 可女儿已经出院三年了 这笔钱 却仍在女婿手中 李福连拿出了这几年 给女儿三十五次 后续治疗的记录 她痛心地说 女婿不仅仅是要霸占 这笔赔偿款 更是想遗弃女儿 从二年一二年四月四十五 四十五月 四十五月 到二年一四十二年四十七月七月 一百八十五天 她还没有照顾 各自医院的准备 就是刚才你女儿去世之后 她一直没有 没有光过你女儿是吧 对 在医院里没有路过也没有照顾 都是母亲 母亲 李福连 去世好久 你把女儿借回来了 不是我借的 也是女婿的 全身体卖的区域 这些大大小小的收据 证明是李福连 从女儿住院出时 就记录的每一笔费用 李福连说 自从女儿出院后 女婿就直接将她送到自己家中 在接近四年的时间里 女婿罕有 不仅没有照料过女儿一天 反而还霸占着 剩余的十八万赔偿款 最近李福连更是听说 女婿罕有 又准备娶妻生子的传闻 李福连告诉群青小组 自从女婿拿到这笔赔偿款之后 女婿罕有不仅更换了价值十多万的新车 还为家中休憩一心 据说要抛弃女儿组建新的家庭 韩有难道真的要抛弃精神出现障碍的原配妻子 拿着这妻子的救命钱去组建新的家庭吗 为了要回这笔本属于女儿的赔偿款 并证实女婿存有不轨的行为 李福连决定前往女婿韩有的家中 我一定可以做了 那你们要不要去看 我现在要拿她 我现在没有做得到 你把借给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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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去家里 我不要借给她 我的借给她 我干净在她 我持进去 我还要照在她 我还要照在她 你帮她 你把借给她 我自己的 você должна 李福连赶到女婿罕有家中 可此刻女婿并不在家 对于亲家李福连的到来 罕有的父亲显得十分的愤怒 她边跟李福连争吵 边转身离开了家中 喊回了妻子 为何对于亲家的到来 韩家人会如此的愤怒 难道韩有真的霸占了这笔赔偿款 又要组建新家吗 我根本封公司你还不是又也尽我了 我跟他为何对于家里 我跟他为何为何 我先把他为何对于家的膝盐 不是妈的 对于亲家李福连所说 儿子侵占儿媳赔偿款的说法 含有的母亲十分恼火 她告诉寻情小组 剩余18万多的赔偿款 儿子已经分批次支付给法院五万元 目前还剩下13万多 而这几天 儿子就已经在筹钱尽快返给儿媳 并且韩家母亲透露 亲家李福连的种种指责 都是无中生有 从两股脑子都用 两股脑子担 我们是真的的 俺子 结果又死了 你要办不行的 我们在国庭这里结合 我们 do that 我不怕了 我们有个十几万个人 您的意思是她主帝要结缺女分 我去接她 我去接她 不开她 我说不开她 你妈帮我来不开她 我说她 我一帮你把你抢 你快吃不来 你女 她就送你来不开她 干 我们再去 我们再去接她 要过你 你自己 还吗 过你 她也行 我们再去打三 打三 她也行 是不是 她都坏了 爸爸呀 你是不是 再听我爸了 我说你妈妈 再听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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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亲家母亲说 儿媳发生车祸 出院以后 儿子与家人 都在尽力照顾 可亲家李福连 却十分强硬 将女儿强行 接回家中 之后便三番五次 找儿子韩友 索要赔偿款 李福连对于 韩家母亲的说法 不予理睬 她说 她已经有了证据 证明女婿 确实已经挪用了 女儿的赔偿款 随后 她直接走进了 韩家的杂屋 以后 你真竟然 一个事 哪里 你听了 我不是女儿 我们去 我找个第一人 你把她搭 这部的 你把她搭 五次 我吃哪里 我在破十里 我家孩子 我家晓得 我家晓得 我在 我家晓得 你妈妈 你 寒假的杂屋确实已经经过重修 修气一心 寒假母亲解释说 原来的杂屋漏水严重 后来经过简单的粉刷 稍微装修了一番 并不需要花费太多费用 可这样的说法 并没有得到李福连的认同 他强硬地表示 要去女儿结婚时的新房一探究竟 难道说韩友 真的已经将曾经的新房装修了吗 就是刚才你 你是刚才在现在国家结婚 在哪里 哪里 哪里 哪里是啥的 我说我好老婆 哪里是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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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以带大兵 爬到家里 我现在还想起 意思是现在 你还冰茂放弃过她的媳妇 哪里是哪里 Hinter楼子里 有影 until you know 下楼子里 关了什么 你什么急的 衣服已经进不完 进不完 它拿泡 是哪里是哪里 它拿着 这个把他背部拿着 你真的有脚的 是否 我驻人到你来一会 我驻人到你来一会 你晚上去chl�你手脚拿着 我驻人到你来一会 我从你省理 我从你省理 他把厚品进入了 李泉与韩友结婚时的新房 并没有如李福莲所说 重新装修布置 客厅上方仍然悬挂着 李泉与丈夫的照片 韩家母亲告诉寻情小组 儿媳李泉出世之后 亲家李福莲将李泉所有的遗物 结婚时的金银首饰都带回了娘家 甚至连被套都搬了回去 李福莲这一系列的举动 引起了韩家人的怀疑 而在李泉出院之后 李福莲更是做出了一个 惊人的决定 金副军在哪个手里 本身的手里 本身的手里 就是一金副军手里 今天是当官在战场 发云捧的吗 捧了我的金副军 他就按了金副军 是他通过骑手 把金副军摇回来的 是吧 他是人 因此本来是一死的 所以他就 他把金副军摇回来的 就一直在当你们摇过的金副军 是一金副军 他就已经的 他就已经的 你们过来进去 现在还在吗 在不在 反正我去家 把金副军摇回来 再加进去吧 李泉在车祸之后 丧失了民事行为能力 因此当地村委会 指定了李泉的丈夫 韩友作为监护人 保管着三十多万人的赔偿款 可就在李泉出院后不久 李福莲就将女儿接回了家中 并且马上通过法院 起诉女婿韩友 从女婿手中 夺回了女儿的监护权 韩家母亲说 自从法院判决之后 逢年过节 儿子就陆陆续续 已经通过法院 向李福莲支付 可亲家李福莲 却似乎并不满足 韩家人推测 李福莲这一系列举动的背后 一定有 不可告人的秘密 2006年 女儿李全惊人介绍 认识了韩友 两人从认识到订婚 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可天有不测风云 2012年一场车祸 改变了李全的命运 自从出院之后 李福莲通过法院 起诉女婿韩友 并从女婿手中 获得了女儿的监护权 从法院判决 变更监护人的同时 剩余的18万元赔偿款 就应该由女婿韩友 转交给李福莲保管 可是女婿却一拖再拖 迟迟不肯将赔偿款 交给李福莲 李福莲推测说 肯定是女婿 挪用了这一笔赔偿款 并且有另立新家的想法 如果真的像她所说 韩友挪用了这笔钱 那么李全的后续治疗 又该怎么办呢 韩友会将剩余的赔偿款 都如数交给李福莲吗 李福莲告诉寻情小佐 在她的精心照料下 女儿李全的病情有所好转 但意识如果要恢复到正常水平 则需要长期的治疗 还需要花费大笔的费用 可目前剩余的赔偿款 仍把持在女婿手中 这让她十分恼火 并且让李福莲觉得更为痛心的是 女儿李全已经近四年 没有见到过自己的儿子 你想宰不 看你心里就记得 看你心里就记得 看你小孩 看你别的小孩就记得 你记得你宰啊 嗯 记得吧 嗯 记得 记得啊 她还是有点的意识哦 嗯 记得是记得 她就是她的精神掌握 就是失去记得 你记得是不曼晓得 知道不 宰得还是偶晓得 看你别的宰 跑跑跑不安不安 她还是想你自己的理计 虽然李全的意识模糊 但提及自己的孩子 她的脸上露出一丝微笑 出世之后的几年 娘家人与婆家人 为了赔偿款争执不休 而自己与孩子 也未曾见上一面 为了满足女儿的心愿 拿回剩余的赔偿款 李福莲决定 带着女儿找女婿含勇谈谈 那请你去 一起看理计 好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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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 小心 你打亲着的吗 得知马上要见到自己的孩子 李全的脸上布满了笑容 李福莲给她穿上了新衣服 这一次 韩友会答应让李全母子相见吗 韩友又能否将剩余的赔偿款 交付给自己的岳母呢 我只敢谈你毛良心 不代不干净 又来又不了 你得赞进去 咋子 咋子 你不必要赞进去 你得赞进去 一期四年 不要接了 你得赞进去 你也不接了 一期四年 又来又不了接上了 这样子 这样子 怎样 见到女婿在家 李福莲连声质问韩家人 她全力照顾女儿将近四年 韩友非但不感激她这个岳母 还至今霸占着 给女儿治病救命的赔偿款 而岳母的到来 也让韩友颇为火光 她的脸上带着怒意 连声指责岳母 李福莲这是在敲诈 岳母娘看女婿越看越喜欢 可李福莲与女婿韩友一相见 却是分外眼红了 挖个地区来要冰整 改冰了改冰了 她接受她 她不等她的法律 我也给你 你看我女婿上面 要紧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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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我女婿上面 是个大业证据 一个几个美元 她就是要 她不等 她不等 她就要她把金付金 给她 她要把金付金 她就想把她省的金给她 我自己可以这么来 我自己的辛苦 可以了 你可以把她金付金 她要去回了 我自己的辛苦 我让她放上过来 她要了她接受 她不想跟她离了 她在搞洋情 她喊你我了 你别人我走你家 你妈妈妈的第一次 瞎了吗 她对她的单级那么小 她对她的单级那么小 她过来就 单级的过得住 找人过得住 就是刚出十不好了 她就搞了 自己的女婿 有女婿的结婚了 韩友说 她从未有过 要放弃妻子 抛弃妻子的想法 只是从妻子出院之后 岳母就迅速将妻子 接回娘家 并通过法院 夺走了妻子的监护权 韩友气愤地说 岳母完全是另有所图 老婆也不招呼 是实施在那里 以为这个 女婿招的 我帮我招呼啊老婆 老婆也招呼 她招不住 她招呼 她招呼 她招呼你女手招呀 她不要招 她不要招啊 她要招啊 她招了你 招了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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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招了你 又招了你 包括招她的 以为你招呼她女婿 韩友告诉寻情小组 妻子李全住院六个月期间 她忙于车祸之后的赔偿协议 妻子交由岳母照顾 可让她无法接受的是 岳母不仅向她索要了赔护费用 还顺带在医院照顾其他病人 开始忙活着赚钱 韩友质疑 发生车祸可岳母的心思 却全部都在钱上 因此她与岳母的矛盾就逐渐激发 你现在是她要继续给你离分 你是什么想法 可以啊 离分离分啊 离分可以 三个斤我斤 三个斤我斤你离分啊 就是你也不要 就是你斤 就是干负人病了之后 你也可以把个斤给她 是吧 韩友说 岳母为了拿到剩余的赔偿款 不仅三番五次到家中吵闹 还多次通过法院起诉自己 与李全离婚 目前韩友还剩13万元 还未转入岳母礼服联手中 她表示 她绝不会占用妻子的赔偿款 但如果要拿出这笔钱 她需要跟岳母达成一个协议 而李福连听到女婿的态度之后 也显得十分愤怒 当然是你还得不听她 不把金马都装扁了 你看你这张图是赔偿了 赔偿是赔偿的 还得给你 这张图是赔偿的 不把金马都装扁了 张图是赔偿的 他们偷了好多块了 那是说你跟他装扁了 他有了他一本油还是金柜金 那还是妈妈叫你老师 他你跟他装扁了 他来的 来的 他来的 他去装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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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福连质疑于女婿 女儿李全的监护权 已经变更了一年多 而自己却迟迟见不到 剩余的赔偿款 他怀疑 女婿早就已经挪用了 这笔属于女儿的救命钱 女婿所谓的协议 根本就是在拖延 连接女婿 不肯将剩余的钱拿出来 李福连又与韩家人 发生了激烈的争吵 一旁的李全 亲眼目睹了这一切 你看着他们吵 你也不寻思考 他就怕 怕摸着呢 他发生大事 他呀还是小的不 我就怕他发生 他没吵了 就收拾不了的 他就收拾不了 那什么错呢 他我还是想着 对对对 就是你 我也不想让你娘老师 再跟他们吵的是吧 我想让他放手 但是我说服不了他 你说服不了他 你想让你娘放手 想让你娘放手 你晓得你娘的这么多事 你晓得吧 晓得 晓得他这么多事 他在帮我 要得紧 他也想把你娘帮我 好 他帮我自己好 咱们 还你好咱们 政治的双方 一个是自己的丈夫 一个是自己的母亲 虽然李全的意识模糊 还无法理清 眼前发生的一切 但他知道 母亲与丈夫的争吵 已经让他无法平静 李全知道 母亲所做的一切 虽然是为了自己 但他仍希望母亲 能放弃争端 对于李全来说 最重要的 不是能否用 数字账粮的赔偿款 而是 已经被隔断的亲情 你已经赶紧了吗 已经 已经 要不打个架 嗯 是 想找的时候 怎么搞呢 想找的时候 就看别人的姓氏 打别人的姓氏 看别人的姓氏 可以分了 带了 我不晓得 不晓得 不晓得要带 我怎么离分 你晓得吧 他以后都是 让我离开 让我离开 他就好想 他一直认为 对我好想 你一直觉得呢 我的想法是 非得行 那个人家 找我行的 因为 你自己 行啊 这也要 我找不 我找不 找不不了他 我可以背叛他 或许 或许人会为了 各自的利益 说着一些谎言 但至少 李全的眼泪 是真挚的 他的记忆里 有着这个家庭 曾经的美好 有着对孩子的歉意 而对现在 更是充满期待 李全希望 回到丈夫身边 回到孩子身边 哪怕 这只是近距离的温存 也能让他心满意足 可如今 他的两位至亲 视同水火 又能否 满足他的心愿呢 不好意思 老大爷好些 他有他的宅 拜本他 有他的老公拜本他 有他的家人拜本他 就不想起立 把他的老公 他就清醒一下老公 女士殷居是吧 他本来在国家 国家应该还可以 阿姨 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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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全的一番话 让在场的所有人 为之动容 邻居们说 韩友从未有过 抛弃李全的意思 而是李福连 偏执的想法 致使与女婿 矛盾扩大 韩友在听到妻子 对儿子的思念后 也放弃了争吵 他从学校 将儿子接了回来 儿子的出现 让李全的脸上一扫阴霾 可还未来得及拥抱孩子 儿子就已经躲进了屋内 将自己繁琐起来 来 抱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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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来 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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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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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到要人 八十岁都要离开 我今天到一年去做的 现在十岁到一年去是吧 九岁的 我八十斤九岁的 还到一年去做的 我还说帮忙到离开 他可以学校 他不上街了 还是不上街了 今天晚上 我去看他 再把脚都扫上 妈妈 我跟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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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还会跟别人交流 儿子的抵触似乎刺痛了李璇的内心 她的眼神一直注视着儿子 可年幼的孩子一直低着头 也为开口喊一声巴巴 十年的血外心情 就在咫尺之间渴望而不可得 为何李璇连最后一点稀计 都无法得到满足呢 有什么东西 没有一年就没有带过 他没有带过 没有带过 他在帮我这边 你不晓得了 你们夫妻赶紧不好还说 他那夫妻真要比 真了嘛这边 真了嘛这边 就不敢 戴着当时 人有之间 行行良意 良意要落实话就是他 就是 比较就是毛对自己的 说到自己的儿子与妻子 韩友面露无奈 随后 他将寻情小组 单独拉到屋外 我妈跑去了 发现他们 他们离分我都没有离 他七十几次 他哪七十几次 就是 你原本娘一直在七十几次 啊 要离分 我希望这个蛋糕好 我喜欢这个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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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吧 我自己的 你肯定为这个蛋糕好 希望蛋糕好起来 照顾这个样子不 他就一去不 不回来不 接个好多次是不 嗯 他毛在那五个子 放在各自各自来想 知道不 他只是意外地要紧要紧 就是他可能觉得 他会对你女不好 可能会觉得 你会把金挪引 啊 他原来我语分 我会把金挪引 知道不 该的金 我比我满面的金 我肯定不能杀他的 我杀他这么点 你是刚逆行的是 国际庭 就是一定会把金给他 那你给金 那你要是有一个金 有的金 你他必须要离分 离分就要给金 还有说 他也曾希望妻子能通过治疗 顺利康复 帮助照顾孩子提自己为家庭分忧 现如今 岳母娘咄咄逼人的态势 已经将两家关系闹得水火不容 他只能选择跟妻子离婚 还有明确表示 只有协商好离婚的条件 他才愿意拿出剩余的赔偿款 面对女婿强硬的态度 李福莲又该怎么办呢 俗话说 岳母娘看女婿 越看越喜欢 可是如今 岳母李福莲跟女婿含有 为了18万元的赔偿款 已经是势不两立了 女婿含有说 自从妻子李全出事之后 岳母娘的的确确是在帮着照顾她 可是她也向自己索要了陪护的费用 而在李全出院之后 岳母李福莲又忙着将监护权 从自己的手中夺走 还不停地上诉起诉自己离婚 含有怎么也想不通 为何妻子李全车祸以后 岳母仿佛就变了一个人 处处盯着自己手中 这十多万的赔偿款 她认为 岳母娘的整种表现 并不是真正为了照顾好妻子 而是为了钱 含有明确表示 如果岳母李福莲真的只是为了钱的话 她不会将剩余的钱都交给她的 得知女婿的态度之后 李福莲气愤不已 她赶到当地的法院 要申请强制执行 岳母娘和女婿这一场 长达将近四年的纠纷 又该如何解决呢 按照之前的协商 韩有每逢年过节的时候 必须要支付岳母李福莲两万元 可中秋节已经过完 韩有还没有动静 见到如此态度 李福莲立马赶到当地法院 申请强制执行 李福莲立马赶到当地法院 面对岳母强制执行 面对岳母强硬的态度 她又能否如数拿出剩余的赔偿款呢 韩有解释说 由于工作繁忙 她耽误了付钱的日期 在中秋过后的第一天 她就已经向法院支付了一万五千元的赔偿款 可就仅仅离约定时间迟到了一天 岳母就申请了强制执行 女婿多次拖延交付赔偿款的日期 让李福莲非常不满 她表态要一次性将剩余的赔偿金拿到手中 而韩有则已经向法院承诺 她会在两天之内将剩余的十三万元赔偿款 如数交付到李福莲手中 在得到女婿满意的答复后 李福莲随后提出要解除女儿与女婿的婚姻关系 我是开着白衣装护离金啊 以后 以后离婚了啊 离婚了啊 离婚了 她都不能离婚 你还要跟她离婚了 李福莲说 按照女儿李全目前的现状 待在女婿韩有身边只会加重她的病情 因此 作为女儿的监护人 她提出要与女婿解除婚姻关系 并且李福莲表示 在女婿支付完剩余的赔偿款之后 还得向女儿支付一笔二十年的抚养费 那么 韩有又会是怎样的态度呢 为了尽快解决李福莲与女婿韩有的矛盾 还李全一个平静的康复空间 寻情小组将她们带到荆州律师事务所 希望她们在律师的调解下 和平处理好争端 你自己总要有一个开支啊 你花了多少钱啊 你用了多少钱啊 那是好事 那是好事 这好事 加油啊 我怎么自己的 你不用给我看材料了 因为我们现在是在做调解 调解的话我们不是庭省 就是一你有相关的证据 那你先保留好 那你先保留好 然后你就先告诉我 你自己肯定来提出这个东西 肯定是有一个方案的 对吧 那你自己的一个费用是多少 在律师事务所中 李福莲拿出这些年 他为女儿奔波治疗的单据 他不停地计算着每一笔钱 精确到每一个细节 其中最为重要的一点就是 女婿必须要支付女儿二十年的护理费 才能离婚 虽然李福莲未曾说明具体数目 但可以想象这是一笔不小的费用 那么李福莲的这些要求 又是否合理呢 首先第一 因为你依据的标准都是交通事故 所以在这个关系中是一个离婚关系 所以您说的这个是不存在的 好吧 也是不理他 不理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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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颖律师解释 由于双方协商的是离婚案件 而李福莲所提及的二十年后续护理费用 是在交通事故赔偿中所产生的 因此如果李福莲要起诉韩友离婚 只能在夫妻双方共同财产中进行分割 那么韩友的态度又会是怎样的呢 可以啊 你可以通过诉讼的方式要求她把那个妻子还给你 因为她是你的妻子 你愿意照顾她 你愿意照顾她的话 不可以啊 我觉得可以 我觉得可以 我觉得既然就是你对你的妻子还有感情的话 那如果仅仅只是因为这个钱的问题的话 就没有必要因为这个事情去离婚 如果是说你愿意照料你的妻子 其实是一件好事情 因为父母不可能陪着自己的子女走一辈子 我觉得如果是说你的女婿有这样的一个心 毕竟他们还有一个共同的儿子 对吧 儿子也会长大 也会有以后的生活 然后这个女婿也愿意照料她 我觉得这是一种很好的一个当当 这也是在我们媒体上 你有了一个这样的一个承诺 韩友说多年的纷争使得她身心疲惫 她强调她愿意接回妻子 并且照顾妻子的后半生 而韩颖律师表示 韩友与李全目前仍是合法夫妻 因此韩友确实有照顾妻子的义务 并且对于李全目前的情况来说 回到韩友身边似乎更有利于她病情的恢复 毕竟年迈的父母不能照顾女儿一生 那么女婿的请求能否得到岳母李夫连的同意呢 最终李夫连没有同意让出女儿的监护权 让女儿回到女婿的身边 她的态度十分明确 离婚也是势在必行 如果女婿含友不能达到她开出的离婚条件 那么她们将面对的又是下一次的对不公堂 这一场长达近四年的纷争 没有赢家也没有结果 让人感到十分痛心 从李全出车祸之后的第一天开始 岳母李夫连和女婿含友的心都没有往一块想 竟也没有往一块使 她们彼此双方的头脑当中都只有相互的算计 心中只有相互的愤恨 倘若母亲对女儿能够做到爱护 丈夫对妻子做到不离不弃 那么双方也不会出现如此敌视的情况 最让人痛心的便是当事人李全了 她不仅遭受车祸给她带来的躯体之痛 还要承受家庭的纠纷 原本李全是希望回到自己家中 回到丈夫的身边和孩子身旁 可让人无奈的是 她的命运却不能由自己掌握 我也特别想劝一劝李全的母亲和丈夫 请你们都从李全的内心想一想 什么才是她最需要的 到底是金钱还是真情 欢迎回到美的便平空调寻情记 那今天的寻情故事就给您讲到这儿了 感谢您的收看 欢迎您拨打《夫人恶交》 《寻情热线》 0731-848-02110 也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 继续收看《美的便平空调》 《寻情记》 《小米泪有没有缘由 《小米泪有没有缘由》 《爱与恨有没有尽口》 《爱与恨有没有尽口》 寻找一个渡客 寻找一个渡客 把自己收拾